我们对上帝的爱 不只是说说而已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以赛亚书第29章 这一章以赛亚先知 要继续对耶路撒冷发出预言 当时耶路撒冷有了另一个名字 叫做亚利伊勒 意思是祭坛上的火炉 这指出耶路撒冷 是犹大百姓的敬拜中心 但遗憾的是 耶路撒冷依然没有全心依靠上帝 甚至选择与埃及来结盟 深深伤透了上帝的心 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29章 以赛亚书第29章 爱 亚利伊勒 亚利伊勒 大魏安盈的城 任凭你年上佳年 节旗照常周流 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 他必悲伤哀嚎 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 我必四为安盈攻击你 屯兵围困你 竹磊攻击你 你必败落 从地中说话 你的言语必为细出于尘埃 你的声音 必向那交诡者的声音出于地 你的言语滴滴为为出于尘埃 你仇敌的群众 却要像细尘 强暴人的群众 也要像飞康 这事必顷客之间忽然临到 万军之耶和华 必用雷轰 地震 大声 旋风 暴风 并吞灭的火焰 向他讨醉 那时 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 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 和他的保障 并使他困难的 必如梦境 如夜间的异象 又必像饥饿的人 梦中吃饭 醒了仍觉复空 或像口渴的人 梦中喝水 醒了仍觉发昏 心里想喝 攻击西安山列国的群众 也必如此 你们等候惊奇吧 你们艳乐昏迷吧 他们醉了 却非因酒 他们东倒西歪 却非因浓酒 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 浇灌你们 封闭你们的眼 蒙盖你们的头 你们的眼就是先知 你们的头就是先见 所有的漠视 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 人将这书卷 交给世字的 说 请念吧 他说 我不能念 因为是封住了 又将这书卷 交给不是字的人 说 请念吧 他说 我不识字 主说 因为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 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所以 我在这百姓中 要行奇妙的事 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 必然消灭 聪明人的聪明 必然隐藏 或在 那些像耶和华 深藏谋略的 又在暗中行事 说 谁看见我们呢 谁知道我们呢 你们把事颠倒了 岂可看瑶匠如泥妈 被制作的物 岂可论制作物的说 他没有制作我 或是被创造的物 论造物的说 他没有聪明 礼巴嫩变为肥田 肥田看如树林 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 那时 龙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 瞎子的眼 必从迷蒙黑暗中 得以看见 谦卑人 必因耶和华 增添欢喜 人间贫穷的 必因以色列的 圣者快乐 因为 强暴人已归无有 谢曼人已经灭绝 一切找机会作孽的 都被剪除 他们在征颂的事上 定无罪的唯有罪 未成门口责备人的 设下网罗 用虚无的事 屈网易人 所以 就属亚伯拉罕的 耶和华 论雅各家 如此说 雅各必不再羞愧 面容也不致变色 但他看见 他的众子 就是我守的工作 在他那里 他们必尊 我的名为圣 必尊雅各的 圣者为圣 必尽为以色列的神 心中迷糊地 必得明白 发月年的 必受训回 神说 因为这百姓 亲近我 用嘴唇 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 不过是 领受人的吩咐 这是相当难过的事情 当时许多百姓 拥有看似 敬虔的行为 但内心 却不是真的 爱神 依靠神 慢慢地 他们也就越来越无法 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朋友 真心爱着你的人 肯定不只是 嘴巴说说而已 对吧 让我们彼此鼓励 不只开口敬拜神 更要真心依靠他 相信他 也必用丰盛的慈爱 包围你 我们亲爱祷告 亲爱的爵叔 我要敬拜你 敬畏你 更要全心依靠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颂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每天 都能尽心尽信 尽力尽力 爱主你的神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要全心依靠你 我爱你 想念 ihr יתי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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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爱你 我爱你